老夫人沿着国道路间行走 一旁还有大货车呼啸而过 画面显向还生 袁姐立刻冲上前 将她拦下 老夫人一头雾水 强调身上没钱 只好走回家 但迟迟不想坐上警车 理由是 大年初五 晚上接近十点 老夫人身穿单薄衣物 出现在国道二号大竹路段 走了两公里 她浑然不知 自己走上高速公路 袁姐带回休息 她烦恼的确实 该如何跟儿子解释 国道警察将她带回 住家附近的派出所 准备寻求协助 乔宜儿子刚好就在警局报案 对妈妈迷路竟走上国道 儿子瞪大眼睛 似乎也吓了一跳 还要老夫人平安回家 结束这场国道惊魂祭 记者陈文轩 黄国城新北市采访报道 好 好 谢谢大家